我過往三十多年都在衛生署和醫院管理局工作 看到很多普通科門診、專科門診都是馬會捐助 原來在賽馬事業中主力做一些慈善的工作 在醫院管理局當然我們有很多醫療項目都是感謝馬會的資助 當時香港創辦會本身資助了一些錢 我們買一些非緊急救護車 另外就是醫院中擁有電動病床 對病人和醫護人員來說方便很多 另一件事就是在病房運送病人的運輸系統 就可以將病人運送到別處 例如他們洗澡或其他護理的活動 對病人員工來說都幫助很大 每次香港有所謂醫療方面或危機的時候 馬會都是第一時間參與和捐助 2003年沙士 當時沙士之後做了檢討 香港應該成立一個類似美國疾控中心的機構 去統籌有關疾病控制 尤其是大型傳染病的整體控制 馬會當時捐贈的5億 成為衛生服務中心的總部 裏面有一個地方叫做特發疫面中心 裏面也有很多IT等等的支援 令到我們搜集資料做一些監察工作 是會做得成果很大 成立衛生防護中心之後 中間香港也有不少的傳染病發生 有一些所謂登戒熱 每年的季節性流感的控制 香港也爆發了一個株流感 當時衛生服務中心就統籌全香港 包括醫院管理局和其他私人醫生機構等等 去做這方面抗疫的工作 今次的新冠病毒 馬會也很好 在這個時間捐贈了很多 比如化驗的化粧測試劑 支援一些人士去瞞診的費用 馬會也有資助中文大學的私家醫院 令到他們的隔離設施做得好些 馬會這方面比較是很到位的 回歸25周年 20多年間我們看到 我們香港和內地之間的緊密聯繫很重要 尤其是傳染病的工作 我感受到這方面是很重要 希望日後也多些交流